大家好,我是盛林桑律师,欢迎来到法院杂谈 有感而发,抛断引玉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国的刑事诉讼 从追求绝对的客观真实到排除合理欢迎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通俗的讲就是你的证据 要达到什么程度,符合什么要求才能给人家定罪 认定就是他实施的犯罪 刑事诉讼决定罪量刑,关系到被告人的身家性命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当然非常非常重要 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 1979年,刑诉法规定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确实充分 到三个世纪,90年代初 我上大学时使用的刑事诉讼法学教材 称,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于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具有社会主义先进性 我国刑事诉讼中追求的是客观真实 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 但是我懵懵懂懂的心灵就有一些困惑 甚至还有些焦虑 法官也是人 又不是神 犯罪行为发生后不可能再现 法官只能接触到案发后收取的证据 怎么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真实呢 不过困惑会困惑 这是当时法学界的主流观点 后来随着我国的社会发展 思想的解放 大家逐步认识到 刑事诉讼追求绝对客观真实 是不可能做到的 也意识到中国的刑事诉讼 与西方国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并不比西方高明 也离不开司法工作人员的主观的东西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将刑事诉讼这名标准 明确为排除合理欢迎 可以说这是刑事诉讼领域 与欧民等西方国家的机会 好 谢谢收看